晚清时期的武术大家每一个都深怀绝技 那么像霍元讲 黄飞鸿这样真正的武术宗师 哪一个才是真功夫 清朝时期的武术大家 有些是凭借自己在武学方面的突出天赋 有些则是通过自己的后期勤学苦练 最终达到了某一成就 但不可质疑的是 能够背凭一代宗师绝对有着极为突出的造就 很多人现如今看待中国古代的传统武术 都认为中国传统武术不过是花架子 完全没有任何使用技巧 实则不然 霍元甲 黄飞鸿 董海川算得上是清朝众多武术大家当中最著名的三位 特别是霍元甲和黄飞鸿 如今关于这两个人的武术电影仍然层出不穷 人们对于黄飞鸿和霍元甲这两个人的了解 很多都是得益于如今的电影素材 黄飞鸿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武术宗室 主要得益于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虽然是一家医馆的馆长 不过也潜心研究武术 这也导致黄飞鸿从小就对传统武术有着很大的兴趣 黄飞鸿成年之后 父亲接手了父亲的医馆 而且还利用父亲传授给自己的毕生绝学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武术大家 黄飞鸿一生所学武术项目繁杂 最擅长的便是虎行拳 他所使用的虎行拳威风铃铃 或有森林之王的风唤 值得注意的是 黄飞鸿虽然名声在外 但为人低调 总是积德行善 这也使得黄飞鸿能够为猎晚清十大武术大家之一 并且为后人铭记惊养 霍元甲的人生经历与黄飞鸿有所相似 霍家以霍家权闻名 霍元甲恰好是霍家权的第七代传人 所以霍元甲有着得天独厚的习武优势 不过当时中国异常动乱 列强对于清朝进行割分占领 引发霍元甲不满 于是霍元甲成年之后 便多次利用霍家权 以及一众中国传统武术击败国外挑衅的大历史 捍卫了中国传统武术的荣耀 一次一次的擂台战使得霍元甲名声在外 成为了名震天下的中华武术代表 因此在十大晚清武学高手当中 霍元甲的排名是要高于黄飞鸿 除了黄飞鸿和霍元甲 晚清十大武术高手当中排名第一的就是董海川 董海川的身形从小便比同龄人高出不少 这也是董海川日后能够走上习武这条路的先天优势 董海川成年之后身材魁武力大武权 而且他对于武术也非常痴迷 甚至已经达到了忘我的地步 由于董海川家庭贫困 没有条件拜访名师 董海川只是凭借自己对武术的热爱刻苦自决 最终开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习武之路 成名之后董海川选择游历四方 在游历的过程当中拜访武术前辈 虚心求学终成一代宗师 董海川之所以能够闻名全国 是因为受到了贵人的帮助 而这个贵人就是当时文明全国的太极拳掌门杨陆禅 当时的董海川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辈 杨陆禅早已经在我国武术界达成了无人撼动的地位 两人结识之后一起将投 成为了关系亲密的忘年交 之后董海川多次在生活当中遭遇困境 都凭借这些江湖友人的帮助才能渡过难关 董海川学成之后也没有忘记提携后辈 和很多习武高人一样 董海川在成名之后也开宗立派 将自己的武学传承下去 董海川晚年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全部放到了自己的门派 以及中国传统武术的继承和传播上 如今之所以传统武术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 是因为当代人休息传统武术花费的时间和刻苦的程度 远不及古人十分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传武在当今社会上发展 举步维艰的原因 minor味道 Tara 但 我在 我想